小朋友们上课啦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找最小功倍数 那么找最小功倍数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列举法 第二种筛选法 第三种短除法 也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方法 今天我们用短除法来解决这一道题 那么这是一个短除号 30跟42都是偶数 所以可以一起除个2 所以等于15 42除以2等于21 好了 15跟21它们有共同的因数就是3 所以再一起除个3 这里等于5 21除以3等于7 好 5跟7都是质数 那它们两就互质 因此我们就把30分解成了2乘3乘5 那我们把42分解成了2乘3乘7 那如果我们要找的是最大功因数 那就是把它们共同的因数相乘 那就是23的6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最小功倍数 那同学们 我们最小功倍数啊 就是把它们公有的因数 还有独有的因数 全部成在一起 懂了吧 那我们看 公有的因数就是2乘3 那独有的这因数呢 就是5还有7 把它们全部成在一起 也就是外面的这一圈 这是除数啊 还有这边的3 全部成在一起 就是它们的最小功倍数 所以30跟42的最小功倍数 就是2乘3乘5乘7 2乘3乘5乘7 最后答案等于210 好 那我们找最小功倍数 记得要把它们公有的自应数 还有独有的自应数 产在一起